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2100整點新聞 我是黃玉蘭 晚間的頭條消息來看到 台中的捷運 驚船有人持刀攻擊 有一名男子 他攜帶了三把刀 在捷運車廂裡面 突然是猛砍灰人 民眾全部都尖叫頭竄 這個恐怖攻擊 造成了一名17歲的高中生 他的肋骨跟筋全部斷掉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觀察當中 而立民27歲的長髮男子 他的臉部有長達9公分的撕裂傷 而這名嫌犯 他是一名高雄的一名護理生 因病成為了高雄的獵館人口 這下砍傷的人 被殺人未遂送辦 前輪車廂內瘋狂扭打乘客 三人合力奪刀 拿魚散肉搏壓制 不料被嫌犯掙脫 撿起水果刀 往人群衝去 犯犯持刀猛會大家合力制服 把男子壓在門上不得動彈 警方互報也立刻趕來 人在哪裡 你先把他壓住 你先把他壓住 我確定還沒有人休息 你走不要動 你走不要動 這位嘛 對 確定 確定嗎 對 那兇器呢 兇器我丟出去 我丟出去 好來 犯犯大言不慘 說自己把刀丟旁邊頗有挑釁意外 還在移送過程突然大鬧狂喊痛 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我 你不要動我 你先坐下來 不要動你 你不要動我又這樣 你先坐下來 你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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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攻擊在台中捷運 早上11點多 20歲的紅杏嫌犯 帶著一把菜刀 兩把水果刀 進到車上 揮砍猛刺 傷到兩名乘客 17歲男子 右邊肩膀胸口手臂 有22公分撕裂傷 爸爸心痛表示孩子肺部也傷到 在家戶病房觀察 27歲的懲法男子 左撞長達9公分撕裂傷 我看到的時候 他是拿菜刀 我要離開車,說 有發現水果刀 掉在地上 水難公 他就是行李就放在那個駕駛台上 就逃不出來 17人 先去壓他 壓著他的手 他還一直到水果刀 紅杏嫌犯因病 ys成為高雄列官人口 這次爆出捷運 堪人事件 依照殺人威遂送辦 記者黃萌俊 韓志欣 彭宇菲 台中 裁縫報導